這一款是現在東大門東大人 現在最紅最紅的一款 韓火代購直播主拿出最新款的帽子 黑色漁夫帽前面還有這一片 號稱是義大利進口的塑膠材質 大垮質感超好 更強調這一頂防衣帽 大陸買家已經瘋狂下單 大陸那邊他們口罩已經不夠了嘛 所以現在就是多出了一個這個 那邊已經下十幾萬 二十二十萬的訂單了 疫情發燒口罩一罩難求 有業者腦筋動得快研發這款防疫帽 號稱可防孔墨亂噴 降低傳染風險 但這頂帽子的造型似乎不討喜 那這種你們會想戴嗎 不會 為什麼 有點臭 有點臭 對 會覺得防疫有效果嗎 沒效吧這樣 防疫的話就是有限 記者實際商圈走了一大圈 連專門賣帽子的攤商都沒有賣 但沒關係可以自己DIY 主要包邊就是說比較不會歌手 還是最少可以保護我們的臉部 只要一頂漁服帽再備好一片軟線塑膠片 不到十分鐘裁縫師就搞定 而且不用預購一到兩個月 直接就有現貨拿 另外在台南的文創業者也搭上疫情 推出這一款瘟疫退散的符咒和貼紙 創意破表相當吸睛 我們就是對於這次的疫情特別設計的一組 完全不同的原創的文字組 全民拼防疫 業者更要拼商機 不管是防疫帽還是瘟疫退散小物 只要搭上疫情就能引起話題 接著高雄台南 綜合報導